男人走进一辆没人的车 正准备行窃 忽然身后有人喊住了他 女人从车里拿出一个衣架 他自己就经常将钥匙锁进车里 三两下便将车门打开 由于片刻男人坐上了车 直到女人走远 他才心虚地逃离了这里 可手中的包裹却被遗留在了车上 晚上他回到家 才发现手中缺少了东西 折返回来发现车门还能打开 他正准备拿走自己的东西 车主就出现了 男人把他放倒在壁 狠狠地踹了几脚 还拿走了他钱包里仅剩的50块钱 白天帮助他的女人从店里跑出 将他搀扶进了屋内 他还以为是男人抢了杰克的车 不禁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 擦拭了脸上的血迹 接着安慰起了杰克 自己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生活总会有不如意 可能是件气氛太沉重 安妮画风一转 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他紧忙向杰克道歉 而就是安妮这副交集的样子 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 从没有人这么在意过他 来到这座城市之前 杰克过着流浪汉般的日子 不但被警卫从房子里驱赶了出来 车子也被混混给砸了 正常人见了他都会躲着走 好不容易回了家 还被父亲各种嫌弃看不起 而眼前的女人却好像跟那些人都不一样 杰克问起了安妮的女儿 谈起孩子他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评 完全忽略了时间 直到他看向钟表 保姆应该快要下班了 他要回去照顾女儿 可因为外面寒冷的天气 汽车迟迟打不着火 杰克来到车尾助推 很快引擎发动 为了感谢他帮助了自己 安妮邀请杰克明天来自己的店里 给他免费理发仪表示感谢 杰克自然欣喜答应 第二天 他来了父亲给安排工作的地方 因为是新人 他受到了特殊照顾 被派到了储物室打扫卫生 好不容易忙完工作准备去赴约 但却被上司留了下来值班 他来到这里时已经是晚上了 理发店里面没了灯光 刚准备离去时手机响起 是远在战场的弟弟打来的 可还没说几句话 那边就断了信号 杰克正着急时 身后一个小女孩喊了他 问圣诞老人什么时候来 正在气头上的杰克这样说道 而此刻安妮从商店走出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小女孩竟是安妮的女儿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善良 且不下看自己的人 他却因为一时气愤 将事情演变成了这样 第二天杰克找到了安妮 借用理发的名义 想要解释昨晚的事情 争取她的原谅 可安妮并没有理会她 随意地剪了几下头发 便要打发她离开 杰克付完钱后走出了大门 可早已经被姻缘的红线 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两人 哪里可能就这样错过 杰克去商店买东西时 再次遇到了安妮